你可曾想过 如果有无尽的金币和复活次数 你会做些什么 在地下城这个异世界里 这似乎成为了现实 但要成为顶尖的猎人 只有一个方式 攀登塔 这座百层高的巨塔 隐藏着无尽的力量和挑战 其中80%的人 甚至连新手教程都无法通过 而眼前的奶 即将攻略第一百层 成为顶级猎人 她的故事 将成为这个世界的传奇 也将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梦想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攀登塔 成为猎人中的传奇 赵秀贤举着手机一脸震惊的神色 此时视频中的S级猎人金汉诚 是他多年来的偶像 而他在塔中已经爬到了第61层 这也是赵秀贤如此震惊的原因 他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 有朝一日被塔召唤 然后逃离现实这悲惨的生活 闭世界大门打开后的十年间 身边父母 朋友的相继离世 如果 如果我也可以被他选中 成为异能者的话 然而想法却被后脑勺 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脑门又被一指戳来 对方出烟禁告着 马上就要进入地下城了 你如果不想被解雇 就好好拎包知道吗 没办法 谁让对方是部主呢 跑在这个一脸憨憨的胖子 及时过来道歉 赵秀贤马上陪着笑脸表示没关系 对方走后 他握紧拳告诉自己 今天也要努力坚持 必行四人向地下城的方向走去 赵秀贤背着包却走在了最前面 看情况刚刚打他的那家伙 是打算让他打头阵 万一出现怪物 他可就成肉动了 见他回头看来 胖子朝他挥手微笑 似乎是在告诉他放心好了 见此他才心下烧安 然而身后静一脚踹了过来 竟然是刚刚那个胖子 猝不及防的赵秀贤狼狈地趴在地上 身后传来的嘶嘶声让他感觉到不对 猛然回头望去 一道蓝色的屏障正在缓慢升起 而同时那小队三人正一脸坏笑地 看着这个可怜虫 魔力防御 胖子此刻居然举着手机打开了直播 十个已久的斗拳场重磅回归了 时时为您转过橘色头发搬运攻合 猎犬的对决之战 看着急速奔向自己的猎犬 他自然明白自己是被这几人骗了 可恶的家伙竟然还在直播间要起了礼物 这是要利用他大转一笔吗 所谓的斗拳场 就是将普通人或猎人和怪物关在一起 让其相互厮杀直至某一方死亡的行为 此时的赵秀贤明白 即使运气好活了下来 这些家伙也不会放过自己 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给报酬比别出多了 但怪物可不会给他那么多思考的时间 电光火时间猎犬已经嘶吼着冲他扑了过来 赵贤秀举起短剑试图抵挡 可还是被爪子抓伤了 手臂上传来的刺痛感让他慌了神 眼看着猎犬们打算再次攻过来 此时防御屏障内的三人为了调动直播间的人气 呐喊着加油反击啊 赵贤秀鄙秀的看着让他陷入绝境的三人 可是他们竟然说出了更过分的话 你也想和你的家人一样成为怪物的吃屎吗 这让赵贤秀紧咬着牙更加痛恨这三人 回过头紧盯着他们 你们给我记住了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可这却并没有吓唬住他们 放过狠话的赵贤秀一把扯过脖子上的哨子 用自己最大的力气吹响 三人哗然 哨响声被远处更多的猎犬听到 慈气比伏的犬肺声越来越近 你在干什么 疯子还不赶紧停下 此时打过他的那名猎人 顿时慌张地从屏障中跑了出来试图阻止 你这样会吸引更多的怪物过来 我们都得玩完 急忙伸手准备抢过哨子 然而他却望了一旁 还有猎犬 一口下去咬在伸出的手臂上 此时他才想起向一侧看去 更多的猎犬已经扑了过来 失去了魔力防御的保护 三人被围困在猎犬的中间 赵贤秀冷静地看着这一幕 哨子终于被放了下来 而接下来 面对转而扑向自己的猎犬 已无力再反抗 回想曾经的自己 为了活着拼命挣扎过 但到头却成了猎狗的盘中餐 不过 能在临死前 给那些混蛋一个教训也算值得 您已具备所需条件 您收到了塔的邀请 当意识再次回归身体 赵贤秀猛然做起 失去意识前的一幕幕 在大脑中浮现 自己没有死吗 似乎自己是收到了塔的邀请 逐渐意识清醒的 他不禁猜想 自己这是被塔召唤进来 用金币复活了吗 他曾听闻过 在塔中 不论以什么方式死掉 都能用系统发放的金币 让自己复活 而系统给每人各 发放的金币数量都不同 所以只能等新手教程结束后 才能得知具体数量 您好 赵贤秀先生 欢迎您来到塔中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第一层 新手教程区是一至五层 请您开始爬塔吧 看着眼前的系统状态窗 此时的他才有一种 真正进入塔中的感觉 曾经他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四处收集过政府和工会提供的情报 并且努力锻炼身体 可以说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他的面前了 赵贤秀看着面前的新手教程传送入口 决定打起精神来 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一步踏出 身体缓缓穿过传送门 进入第一层 并入眼前的似乎是一片树林 而在前方的空地上 他发现了一只哥布林 而哥布林也第一时间发现了他 任务除掉哥布林 竟然和发布的攻略指引一样吗 没想到这哥布林竟然第一个照面 就给他来了个挑衅的手势 长得这么丑 这是瞧不起谁呢 赵贤秀拉开架势 掏出唯一的一把短剑 准备给这瞧不起他的家伙长长见识 扁地猛地冲了出去 一拳狠狠击中哥布林 哥布林还有点懵 这家伙怎么这么快 口鼻中喷着西瓜汁就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手中短剑熟练地换了个角度 左手将哥布林摁在地上 右手短剑高高扬起 手起 刀落 除掉哥布林一只 第一层通关 见任务完成 赵贤秀感慨 这第一层比自己预想的简单多了 可没想到竟然又有一只哥布林埋伏在旁 身体被一刀狠狠刺中 意外来得太突然 由于被刺中要害很快就无力倒地 偷袭得逞的哥布林得意地看着他 赵贤秀疑惑地想到 攻略中这一层原本不应该只有一只吗 没想到猎手却反而变成了猎物 渐渐意识开始模糊 以扣除金币 将移动致富火点 睁开眼睛后他明白过来 这是系统扣除金币后被复活了 再次回忆起刚刚的经历 他不禁怀疑难道政府和和工会公布的情报是假的 即便这其中有什么他所不知道的黑幕 他现在也不能做什么 还是继续趴塌吧 于是他再次进入传送门来到第一层 然而这一次他一直等了三个小时都没有怪物出现 经过上一场战斗总结下来 如果还像上次那样草率出击 可能还会遭遇暗算 而且不确定具体有几只怪物和他们的攻击方式的情况下 这次必须谨慎行事 一阵细微的杀杀声被他敏锐地察觉 躲在树后观察果然有一只哥布林出现了 他打算先跟在后面小心行事 一路根据哥布林竟然进了一座建筑内 而此时建筑内只有两只哥布林 另一只竟然是偷袭他的那只 他们正围着一个东西在讨论着什么 他看着中间那个东西 有着雕像的外形 但不确定是否是一件装备 忽然想到金汉城猎人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塔中隐藏着宝物和机缘 只有拿到那些才能在塔中爬更高 既然如此不如拿到手再说 于是赵贤秀决定先下手为强 警觉的哥布林第一时间就察觉到异样 但反应过来却为时已晚 短剑笔直地刺中了他的胸口 另一只曾偷袭过赵贤秀的哥布林转身望去 可没想到对方已经举好剑等着报仇 随着任务完成的系统通知响起 他来到那件物品跟前 俯身拿起这个雕像形状的物品 正要仔细端详 没想到下一秒嗡鸣声响起 金色电光骤然从中发出 雕像内闪耀出金色的光芒 系统提示传来 竟然是全服务器首次被发现的道具 而且竟然还附带唯一性隐藏任务 接下来任务奖励开始发放 空中法阵光芒汇聚 在树道光束的洗礼下 赵贤秀的眼睛发生了变化 刚刚的法阵图案似乎刻印在了他眼中 恭喜您 您获得了S级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没想到仅是第一层就让他获得了S级全能 要知道S级猎人金汉城的3A级全能 是现在公认的最高等级 但他却得到了比那个更厉害的S级全能 简直是太绝了 赵贤秀迫不及待地尝试使用全能 接下来系统反馈 该层没有隐藏的奖励 拥有这个全能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全部收入囊中 那么就赶紧去下一层吧 随着进入第二层的提示响起 同一时间 一只箭矢刺刺入胸前 这不禁让他大惊失色 边跑边向后瞄了一眼 原来早就有一只狗头人在那里 居然又适合攻略不服 攻略中并未提到狗头人会使用武器 任务除掉狗头人 跑了很远终于找到一个隐蔽的位置 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吐槽 明明在一层吃过亏了 竟然又不自觉地相信了攻略之余 看着重剑的位置还在流血 于是决定先疗伤药剂 拿出系统奖励的治疗药水倒在伤头上 总算是起效果了 疼痛赶紧轻了不少 冷静下来赶紧思考怎么应付接下来的情况 狗头人嗅觉灵敏 而且拥有武器更具备威胁性 此时手上似乎抓到了什么有粘性的液体 发动观星之眼 原来这种树枝涂在身上可以不被狗头人感知到 这观星之眼的作用果然强大 提供如此重要的情报 被应付眼下的情况太有帮助了 不愧是S级全脑 另一边刚刚那只狗头人 正发动着敏锐的嗅觉寻找着猎物 但他肯定没想到 这次他才是猎物 身后浑身涂满树枝的赵贤秀 早已躲在树上等候多时 看准时机一跃而下 狗头人发现时自然为时已晚 下落的重力配合拳头的权力 一击狠狠麾下 被偷袭两次的赵贤秀 自然是对这种行为恨得咬牙切齿 身下的狗头人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被动承受着对方的怒火 除掉狗头人第二层通关 由于宁敢于尝试的精神 获得三百基本 可没想到的是 观星之眼全能居然提示他 拔走狗头人左手无明指的指甲 说不定会有好事发生 体会过S级全能的他自然深信不疑 立刻动手取下了对方的指甲 收拾好装备 此时第三层的传送入口也已经打开 此时系统发放了新手教程区的食物 既然如此自然就先吃饱后再出发吧 而之前听闻的第二层通关后的奖励 激活社区功能也在此时开启 一条关于第一层哥布林数量 与攻略不服的贴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验证了他之前的猜测 果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被坑了 但奇怪的是很快有多人回复 第一层确实只有一只 这怪异的情形不由地 让赵贤秀有了更多的猜想 不如自己也来加入蛇战中 于是创建昵称进入新手教程区频道 他首先发布了标题名不为人知的 第一层真实攻略法的贴子 目的是引导知道实情的人给出回应 很快一些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 给予了回复 假如事情进展顺利 说不定可以找到秩序相投的伙伴 看来以后要坚持上传真实的攻略了 接下来继续爬塔 进入第三层 任务请冲出陷阱 听到任务提示的赵贤秀顿时压麻呆了 突然身前地面上窜出树根长矛 只差十公分 他就要被穿成马蜂窝了 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动弹不得 差一点他就要再去复活点了 记得这一层攻略是伸出手去找出陷阱的位置 还好没有赵总 原来那是为了让攻略者失去先手而放的谎话 又一次验证了攻略的虚假 赵贤秀当然不会让这帮家伙如意 发动观星之眼 随着眼睛中法阵意识而出 全能的力量开始寻找陷阱的位置 很快所有的位置浮现在眼前 有了这项能力 通关这一层完全不是问题 一番躲避过后 所有的陷阱一一出现在眼前 简直令人触目惊心 第三层通关 无损伤通过 以发放一千积分 赵贤秀疲惫的摊坐在地上 虽然有观星之眼的提示 但回头看着这些陷阱 还是不由感叹这座塔是不是疯了 居然把新手叫成设置的这么难 不过无损伤通关的奖励还是相当丰厚的 特别便当 使用后 一小时之内恢复力加200% 属于罕见的buff便当道具 一边吃着便当 回想着刚刚凶险的银幕幕 各种五花八门的陷阱 爷爷的旧挂中 华丽的火焰秀 飞刀陷阱 要是没有权能 估计就算有100个金币也通过不了 而通过第三层的另一个新功能 就是可以查看自己的状态 而他目前的整体属性点 虽然是平均水平 但魔力却处于平均以上 他这种能力据说是天生的 赵贤秀不禁得以自己的魔力值 很有可能在参加 新手教程的人中是最高的 这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天分 休息过后 他要开始做另一件事 开启社区 同一时间在塔内的 第30层居住区 排名第8的山君工会 新秀崔胜茂 正在思考 如果以他目前 仅剩一枚金币的状态出去 工会的成员以及会长 会不会除掉他 毕竟他知道太多机密了 想到这儿 他憋屈的一掌拍在桌上 这是一名小弟 慌张地冲进来 询问他有没有看到 社区里的帖子 新手教程区频道里 又出现闹事的家伙 崔胜茂不耐烦地打开社区 眼前的帖子 正是赵贤秀刚刚更新的 关于新手教程区 第三层的真实攻略法 而对方的言语明显 是指向了工会的虚假攻略 越看越生气的 崔胜茂一拳 垂碎了面前的桌子 旁边的小弟 吓得不敢吭声 马上派兄弟们出去 找到这个家伙 小弟赶忙领命跑了出去 怒火中烧的崔胜茂明白 这件事如果解决不好 他必定小命不保 他实在是想不到 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敢在山军工会馆里的地盘撒野 而此刻刚刚做完 这一切的赵贤秀 显然还不知道 未来的他将要面临一个工会的暴露 而系统通知传来 由于您的攻略帮到了后来者 特此授予您攻略者的称号 而这居然是一个成长型称号 为他带来所有属性点加持的家长 根据综合的得分情况 还会累加贡献 这突然的惊喜 让赵贤秀忍不住 将嘴里的饮料一口喷了出去 因为称号可是抄袭有级别的 要想成为排名靠前的猎人 必须拥有这种东西 而他所获得的这个称号 更难得的是具备成长性 不仅能提高所有属性点 而且还有额外奖励 从发布攻略 贴让他获得了称号这一点爱他 这是个正确的决定 再次点击贴子的评论 第三层的攻略法 虽然刚发布不久 但看下面的评论 已经有一些新手猎人受益 赵贤秀心想 这极大的可能是因为 攻略得到了良好的反讳 所以才会得到奖励吧 说不定日后会为此结识不少同伴 不禁幻想他们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但除了这些人的评论外 又出现了一些山军工会的人 跑来带节奏 果然他们是怕假情报的事被人识破 所以才急了事吧 而赵贤秀就是要揭穿你们的谎言 你们尽管心急如焚的来找我吧 而在此期间 我要变得比你们更强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能力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就获得了SG全能 观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全部收入囊中 而此时 已经来到第三层的隐藏空间黄泉坑 在观心之眼的帮助下获得了三件装备 坏掉的设备机械发条 带上他说不定会有好事发生 终极奥数宝石 可以引发威力巨大的爆炸 含有百分之一贤者之时的稀有物品 这种宝石也会用作人造人或高级石头人的心脏 爆炸火焰卷肘 一次性道具 可以喷射强烈的火焰 另外还获得一颗发光石 可以照亮第四层 马上进入第四层 请登上悬崖 此时眼前一颗发着蓝色光芒的树木 触发了观心之眼 请拔下他吧 说不定会有好事发生 而顺利登上悬崖的他此刻开心的开怀大笑 一路闯过来再次验证了之前的猜测 果然官方给出的攻略指引全都是错的 更离谱的是关于这一层 悬崖高度和装备的持有量成正比 这在攻略中完全没有提及 而且如果真的有人按照攻略执行的话 在攀登悬崖的过程中可能掉下去几百遍 这些发布虚假攻略的家伙果然害人不浅 思索间一颗魔石竟然滚动着来到他面前 而奇怪的上面赫然刻着字 约翰特雷伊尔 为什么魔石上会刻有字 这代表着什么特别的含义 他拿起魔石发动观星之眼 通过系统信息了解到 原来这是一位曾经在塔中登上第92层的大闲者 他曾经想自行制造出人工生命题 人造人来攻略这座塔 然而相关记载中 现今人类灯塔的最高记录 是名叫戴尔达尼尔登上的第64层 而且这里面提到的人造人又是什么 看来这座塔里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难道说在人类发现这座塔之前 它就已经存在了吗 但显然这些疑问 现在的它还不能知晓答案 目前所能做的事情 只有继续爬塔让自己变强 或许在网上爬的过程中 自然就会知道了吧 接下来就是新手教程区的最后一层 继续充满 进入第五层 除掉Boss怪 很快系统给了他一些惊喜 为了帮助新手击败Boss 场地内放置了隐藏的技能盒 所以提前发放第五层系统奖励 技能窗开放 对于现在的赵贤秀来说 这份奖励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惊喜 既然可以使用技能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会降低难度呢 可是惊喜很快变成了惊吓等着他 将根据挑战者现有的配置 装备 状态以及技能选定Boss怪 难度上调 比召唤三星级的鱼人战士 突然出现如此高等级的Boss 让赵贤秀大惊失色 看着眼前长相丑陋 头顶灯光的鱼头怪 虽然系统有环境Deboss的设定 可以使鱼人战士 在陆地上的能力值有所下降 但这似乎也超过了他之前的预期 鱼人战士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思考时间 露出两排锋利的尖牙 就朝他扑了过来 手中三叉急猛然刺出 被他堪堪躲开 复身避过对方巨大的拳头 一套连招过后 赵贤秀不禁有点懵逼 这真的是被试了Deboss的低版本怪物吗 和这段时间对战过的怪物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面对身后紧追不舍的鱼人战士 他头也不回地逃产 是手空拳肯定打不过的 看来要先获得攻击技能才行 立刻发动观星之眼 找出技能盒的位置 很快其中五个的位置被他掌握 两个最低级技能 两个低级技能 还有一个终极的离他太远 首先跑到最近的 两个最低级技能盒的位置 一定要开出能派上用场的技能出来 毫不犹豫马上开启盒子 下一刻 一大团烟雾出现在鱼人战士面前 原来刚刚开出的是F级技能烟雾 可以暂时阻挡Boss的视野 鱼人健壮 张大嘴一口气就将眼前的烟雾吹散 看来这个技能没什么大用 赵贤秀马上发动 另一个一击击走技能 速度获得显著提升 而其他技能盒已经就在眼前了 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 身后追来的鱼人 高高跳起越过他的头 伴随着巨大的落地生地面 激起碎石 猝不及防下被Boss单手抓起 可恶 就差一点 他的速度太快了 必须想办法脱身 果断伸手摸向腰间的短剑 快速甩出次向对方的肩膀 这一手彻底激怒了Boss 猛然将手中的猎物狠狠丢出 顿时赵贤秀身体向风筝般飞出去 在一块巨大石头的阻挡下 才停了下来 鱼人战士嘶吼着 举起手中的三叉戟 开启中级技能盒 原来他正好被扔到了技能盒的位置 而且开出了B级技能火焰暴击 竟然是B级的攻击技能 终于有了攻击手段 然而Boss的巨大脚掌 却已经到了境界 下一秒身体飞向身后的山体 坚硬的石壁表面被踏出一个洞口 片刻后一只手从里面伸出 赵贤秀从里面缓慢走了出来 抬头看着正手举三叉戟的Boss 蓝色的血液飞溅 Boss诧异地俯视脚上插着的短刀 而眼前的猎物正得意地看着他 Boss又一次被成功激怒了 手中三叉戟电光缭绕 准备蓄力一击 可是显然赵贤秀不会放过这次反击的机会 火焰暴击对准 Boss身体猛然发出 接招吧 如此近的距离下接下着全力一击 Boss跪在地上胸前赫然被开了个大洞 在火焰的持续灼烧下 一股烤鱼的味道徐徐飘了出来 看着旁边冒着火的手 鱼人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火焰暴击对准发 我不再次发动 致命一击 此时系统提示声传来 您战胜了无法战胜的敌人 我们为您的勇气鼓掌 已为您发放1500积分 终于赢了 赵贤秀这一刻开心的高举双手 第五层的通关追加奖励 将根据您除掉的怪物水平 发放不同等级的奖励 正在选定奖励 此时赵贤秀抬头看去 只见空中十字光芒一闪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现 伴随着刺目的光芒在眼前闪过 有什么东西呼的一下落在他的脸上 双手抓起这不明物体放在眼前 定睛看去竟然是一只青蛙 奖励已为您发放宠物 他刚要吐槽这算什么奖励 青蛙一脚蹬在他的脸上 你见过青蛙会后空翻吗 亚麻呆住的赵贤秀 显然也是第一次见 观星之眼被触发 这家伙名为混沌青蛙 可是潜力不明 成长方式不明 但是他比他现在的主人强 这就是戴斯基全能给出的信息 赵贤秀疑惑自己会比不上一只青蛙 青蛙打着哈欠 一副你以为那的表情 系统友情提示他 宠物和主人之间要互相感应 如果两者之间感应差 或主人比宠物弱 那么宠物可是会咬主人的 到底哪里比自己强了 很快青蛙给出答案 不懈的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 正好落在一块石头上 石头一点点消失不见 显然这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液体 赵贤秀看着自己的宠物 不得不承认确实比自己强 但既然没有规定说 必须要带自己的宠物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留在这里 于是他告诉青蛙你留下 我要独自上路 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 留下身后的青蛙一脸茫然 看着赵贤秀的背影鼓起了腮帮子 吓得他冷汗直流 这小家伙该不会要对自己吐口水吧 伴随着挖鸣声 青蛙一下跳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让赵贤秀咧嘞一笑 显然这小家伙不想被随意决定自己的挖声 这一点倒是和自己挺像的 那就一起吧 一人一宠物继续上路 举步迈入传送入口 恭喜您 您成功通过了新手跳程 解除系统限制 请根据指引书继续前进 穿过传送门一步踏出 终于来到了第六层 这个人员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 就能获得更强大的宝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 就获得了S级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 全部收入能中 而此时 刚刚完成新手教程的赵贤秀 一人一蛙顺利来到了第六层 这一层为安全地带 战斗中受过的所有伤 都会在此处慢慢恢复 而这片区域被规定禁止PK 否则身上会自动生成红明玩家标识 令他有点意外的是 贤秀才想到小青蛙还没有名字 小青蛙表示有主人起就好 他认真思索起来 拥有混沌属性 而且是比他这个主人还强大的超级青蛙 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 青蛙顿时一脸期待的表情 比如就叫秀儿吧 看来主人起名字的能力 和他的实力一样多 超级混沌青蛙秀儿 什么鬼 任凭青蛙如何嫌弃这个名字 反正主人觉得很满意 就在这时 一位陌生男子突然主动过来打招呼 询问他是否刚刚通过新手教程来到第六层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表明自己是青龙工会的精胜学 说着递过来一种名为白丸的治疗药物 在观星之眼的鉴定能力下 白丸的属性显现在赵贤秀眼前 一望咒术 修改记忆 联想到之前在社区看到的帖子 原来那些人是因为吃了这东西被修改了记忆 所以才会否定自己的真实攻略吗 果然他们不是因为通关太久才忘记的 而是因为记忆被删除了 大型工会和政府积极地推广白丸 目的就是为了删除大家的记忆 讽刺的是 分发白丸的人自称为拯救者 而此时他虽然知晓了这些逆行 但还是假装毫不知情地 接过了对方手里的白丸 对方居然笑眯眯地要求他当面服下 这可让赵贤秀为难了 金圣逊正要告知这是工会的政策规定 旁边却有人意外痛苦地蹲在地上爱好 不 不是说只有一只吗 政府和工会的那帮混蛋 全都是骗人的 很快就有工会的人 就准备拿出白丸给他服下 眼前发生的一切被赵贤秀看在眼中 却没注意到秀儿正注视着他手里的白丸 他看出了主人目前面临的据迹 通过刚刚这人说的话 赵贤秀分析他应该是在第一层被淘汰过的人 秀儿却伸出长舌头卷向了他手中的白丸 反应过来时 秀儿已经把白丸一口吞进了肚子里 而此时金圣逊回头刚要再次开口 赵贤秀机智地假装自己正在吃 并且在对方的记录上留了个假名字 第六层外围的一间旅馆内 赵贤秀开心地感谢秀儿 多亏他才能及时脱险 而由于吃下白丸 秀儿解锁新的特性恢复 不得不感叹 真不愧是灵悟吃了白丸竟然获得了恢复技能 这时赵贤秀想到在社区经常看到的几个家伙 应该也快来到第六层了 他要赶紧更新第五层的真实攻略 以及关于白丸的事情 说不定这几人日后会成为他的一份助力 这件事做完后 召唤出指引书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是解锁商店 这里面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可以购买装备 而另一种渠道就是通过拍卖行 意外的是关心之眼竟然触发了 建议他购买一件属性看起来极为普通的一级护甲 虽然心里还是很疑惑 但一路过来多亏了全能才能走到这里 姑且相信他一次吧 可是这种垃圾货居然要两千几分 并且在商店界面购买的商品 一周内不能转售 很快 关心之眼的鉴定能力就告诉了他答案 原来这是一位曾经在塔中 爬到过99层的挑战者使用过的装备 眼前的这件只是套装之一 所以导致属性被封印了 看到99层这让赵贤秀又想到什么 于是他拿出了在三层获得的奥数宝石 他是由一位曾经爬到了92层的人制造核 而眼前这件护甲的主人岂不是更厉害 那么这肯定是见了不得的装备 如果收集到全套装备 是不是也有全能呢 努力寻找了一个小时候 虽然没能找到套装的其他部分 但也逃到了一些还算不错的东西 有了这些装备才终于像个真正的猎人了 商店界面的教学已然结束了 接下来就该觉醒和赋予全能了 首先是觉醒 在这个过程中 浑身的肌肉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开始膨胀 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 慢慢的力量从体内猛然向外动发 完成觉醒 身体的各项能力增长了一倍多 看着主人变强了 秀儿似乎有点不开心 难道是怕主人会超过他吗 下一步就是赋予全能了 系统会随机发放全能盒 没想到声音竟然是从背包里传出来 而在新手教程里获得的五种隐藏装备 此时被汇集在一起 接下来系统开始了融合 很快融合完成 恭喜您 全能盒升至最高级 您获得了首个最高级全能盒 达成成就获得5000机分 赵贤秀不由地激动起来 颤抖着将手伸向了全能盒 会开出来什么样的全能呢 恭喜您 您获得了S级全能技能合成 赵贤秀开心地简直要飞起 一把抱起秀儿 哈哈 她说是S全能盒 而这还没有结束 紧接着系统通知 由于她是全服务器中 首位获得了两个全能的挑战者 将特别生成隐藏任务 发放和挑战者相匹配的奖励 此时查询她所拥有的金币数量 当前是三枚金币 而随着奖励的陆续发放 她的金币数量在不断上升 最后在结束停下的那一刻 她竟然拥有了无限金币 根据她的规则 每复活一次就要消耗一枚金币 无限金币就意味着 她可以无限复活 此时的赵贤秀意识到 她已经具备了成为 最强S级猎人的条件 但被喜悦占据内心的 她马上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离开塔的条件是 把金币全部用光 或者征服这座塔 那么此时拥有无限金币的塔 岂不是意味着出不去了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 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能力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 就获得了S级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她就能把塔中的 隐藏奖励全部收入门中 而此时拥有了无限金币的赵贤秀 如果想从塔出去 就只剩下一条选择 那就是通关第一百层 S级猎人金汉城通关第61层 花了一年零八个月 而塔内的时间流速是外面的两倍 那么她要通关 岂不是要花上十年 但她不知道的是 第六层的广场上 正发生着另一件事 并明玩家不满地 抗议着工会的盘查 负责此事的正是眼前 这位头顶红名的玩家 他是安全地带的 治安负责人吴智贺处理官 也是该层的最强者 只有通过盘查的玩家 才可以被放行通过 他们要找的 正是在社区发布 新手教程区 真实攻略的赵贤秀 可是很快 他在报告记录上 又发现了异常 马上吩咐手下 将记录四号报告书的 负责人带过来 还不清楚缘由的 他被带到吴智贺面前 一击鞭腿猛然袭来 伴随着骨头的碎裂声 痛苦地倒在地上 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吗 第一 让不明人士 试经许可就离开了广场 第二 那个不明人士 可能就是工会 正在追查的家伙 第三 你放倒那个家伙后 我们现在找不到他的行动了 一番惩罚过后 好在性命是留下了 接下来吴智贺命令 手下封锁第六层 所有传送门 找到留下假名字的赵贤秀 所有人立刻领命 开始行动 而还不知道这一切的赵贤秀 此刻正和秀儿 在旅馆餐厅大快躲 临着其他客人 正在不满地谈论 关于传送门被封锁的消息 这些人的谈话 引起了他的注意 很快隐蔽地 来到外围的一处之高点 下面正是这一层 最后一处传送门 同样也被封锁了 赵贤秀正犹豫着 要不要硬闯过去 至今为止 他还没有过一对 多的战斗精灵 于是打算暂避一阵 可是身后传来的巨大响声 立刻让他产生了警惕 一处传送门前 大量玩家正在抗议 举止冲动 巨不配合的人 都会受到处罢 吴志赫冷漠地 看着面前这些人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收起不满的情绪 默默散开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被追查人的消息 这让吴志赫很是苦恼 手下上前报告 已经联系了 第十层实施疑似人员的抓捕 而这一层从现在开始 封锁所有传送门 确认所有无组织人员身份 一旦看见发出的信号弹 待命组要立刻赶去集合 演出一声巨响 断了他的部署 第六层外围 一众工会人员慌乱地逃窜 而引发这场骚乱的人 正是赵贤秀 此时的他正头戴项链 变化的头盔隐藏面容 发动挤走技能 将这些人搅得惊慌失措 他的目的正是 眼前这最后一个传送门 趁着广场这边的乱子 瞅准机会正要溜进传送门 突然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赶高的吴志赫一脚将他击退 这一脚着实不清 赵贤秀剧烈地咳嗽着 抬头看着面前 这个破坏他行动的家伙 自己的目的 被眼前这个人看穿了 而此时系统 也向他发布了任务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红灵玩家 来不及思考 吴志赫突然一跃而起 迅捷的鞭腿已经来到眼前 身体再次被击飞 就算你不是 我们要找的人也没关系 毕竟想要辨别 你的真实身份 就要先除掉你 不是吗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 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能力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 就获得了S级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 隐藏奖励全部收入囊中 而此时 首次面对强大对手的赵贤秀 立刻发动 S级全能关心之眼 观察着对方 吴志赫的身份和技能信息 在他眼前一两无欲 赵贤秀直到这时才知道 面前这个让他连吃了两次亏的家伙 原来是处理官 开口问对方刚当的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发布新手教程 真实攻略的人 除掉你就不会再更新了吧 可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字面意思了 B聚那个人到目前为止的行踪 你比广场上那个闹事的人 更符合特征 赵贤秀也没想到 这家伙的直觉如此敏锐 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的态度 让他很是不爽 于是抽剑准备应战 吴志赫释放了一枚信号弹 很快看见信号的山军工会成员们 就会赶到这里 赵贤秀无语 三千积分一枚的信号弹说放就放 要知道这比他这身破护甲还贵 立刻发动机走举剑冲了上去 二人的战斗移出几发 转兵相接 第一个回合谁也没能占到便宜 吴志赫借机踢技迎面甩出 这是他最惯用的主力技能 然而预想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竟是被赵贤秀单手挡了下来 原来他早就通过全能了解了吴志赫的技能 看出之前的匕首只是个假动作 这让吴志赫感觉到有点意外 激烈的碰撞声中 两人不断地发动攻击 寻找对方的破产 趁着吴志赫躲闪的变形 赵贤秀抓住机会双手 实践蓄力一击 但全力挥出的一剑却被挡下了 对方竟然还有B级盾牌这种防御装备 你觉得这种微不足道的攻击能伤到我吗 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自己竟然被一个刚通过新手教程的爬塔人 搞得如此狼狈 现在的他表示很愤怒 赵贤秀发现此时对手的气场有了变化 吴志赫一个闪身就到了他的背后 紧接着TG已经发动 来不及防御的他身体急速向身后的树身撞去 猝不及防的一击使刺痛感从所类传来 身体明显感觉到吴志赫这次的攻击 明显伤害更强了 难道他还有什么密招 通过全能观察 原来他身上还有两件装备 分别是B级的沸腾之力 胸针和C级的重量手镯 没想到他不过只是第六层的处理官而已 山军工会竟然会给这种好东西 这就是大型工会的财力吗 看来要对付这种家伙要使用非常规战术了 新面殿转间他已经有了对策 让秀儿钻到他的衣服里 接下来举剑准备对战 吴志赫再次利用高速度近身 赵贤秀被动防御他的一次次进攻 吴志赫不断地利用速度发动攻击 他打算就这样消耗掉对手的体力 但意外的是攻击竟然被捣住了 此刻一只脚已经被赵贤秀双手抓住 愣神的一瞬间一双大手扑向了他 紧接着身体被紧紧抱住 他不明白对方的意图 显然赵贤秀有着自己的计划 看你挺喜欢抱住的 什么 很快他就明白了 火焰暴击贴身释放 火光刺射将两人身体完全淹没 其余山军工会的成员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吴志赫被对手的疯狂震惊了 这种捆绑式攻击对方同样会受到伤害 可这就是赵贤秀的对头 躺在衣服里的秀儿正不断地使用着恢复技能 赵贤秀一脸见笑地看着吴志赫 咱们继续吧 火焰暴击一次又一次的释放 工会成员们同样被这样自残时的攻击金的木 终于随着重量手镯掉落在地 吴志赫再也没有了气息 此时系统发来提示 任务完成 以发放技能书 山军工会的成员们一点点靠了过来 而赵贤秀趁机捡起了凶针和手镯 好不容易赢了对手 胜利品当然是据为己有 然后在众多山军工会成员们的目光注视下 奸笑着溜着进了传送门 进入第七层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就能获得更强大的美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就获得了S级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全部收入能中 而此时 刚在第六层经历了苦战的赵贤秀 终于松了一口气 系统通知在这时响起 七至九层为成长区 任务除掉哥布林十只 掏出从吴志赫身上掉落的胜利品子系关桥 现在他已经有三件带有特殊效果的装备了 实用时可以为状态叠加两倍BuffB级沸腾之力凶针 可以利用魔力调节自身重量的C级重量手镯 以及在感知到危险时 能自动变成头盔的D级项链型头盔 秀儿在旁边表示这里面也有他的功劳 的确是这样 他的恢复技能在计划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赵贤秀抚摸着秀儿的头表达谢意 可他一脸气鼓鼓地表示着别光用嘴说 赵贤秀一脸尴尬 准备拿点实际的东西犒劳下他 于是拿出一份特别便当 满满的肉扑满整只大碗进行成衣 价值300积分的便当让秀儿相当满意 一口哈拉子差点没低到地上 另一边 第六层山军工会名下的旅馆内 吴志赫猛然惊醒 败给赵贤秀的事让他感到十分懊恼 掉出状态窗发现 竟然连技能也被抢走了 他此刻决定一定要找到那家伙一血前耻 这时手下推门进来 来得正好 吴志赫当即告知下属 今天起他将辞去处理官的职务 由你来接替接下来的工作 首先去处理广场那边发生的另一个乱子 你们应该已经抓到广场上闹事的人了吧 显然吴志赫并不知道昏迷之后发生的事 二人来到广场 眼前的乱象让他感到有些意外 这时手下才忐忑地说出事情 我们阻拦了那家伙 但最终失败了 让他冲破了传送门 此时身在第七层的赵贤秀 正在尝试使用从吴志赫身上抢来的新技能 B级技能威胁 可以使目标暂时僵化 技能级别越高使用时范围越大效果越强 面前的几只哥布林在技能的控制下 完全失去了行动力 赵贤秀挥剑子 很快任务轻松完成 看样子这个技能比他想象中还要有用 准备即刻前往第八层的脚步却停下 突然想到近来识系统说过 七至九层为成长区 既然如此呢 会不会还有别的东西呢 他需要验证自己的猜测 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哥布林扫荡 在他各种技能的轮番攻势前 被消灭的哥布林数量不敢刷新 当数量达到40之时 他才因为体力消耗太快停了下来 奖励 以发放新手礼盒 有东西从头顶落下 从地上捡起这掌的像是胶囊的物品 眼前立刻出现相关信息 只在七至九层才能使用 此装备可以提升状态 属性点的提升 跟随怪物种类的变化而变化 赵贤秀终于明白这几层 为什么叫成长区了 毫不犹豫的一口将其吞咽了下去 明显感觉到身上有了变化 任务除掉哥布林一百只 看来每次吃掉新手礼盒中的道具后 所除掉的怪物数量都会再次刷新 明白了这些赵贤秀 开始变得兴奋起来 全力以赴地追赶着这一层的哥布林 消灭了一只又一只 很快数量就超过了一百只 而属性点的上限再次提升 赵贤秀对此很是满意 秀而不停地使用恢复技能 也是并不轻松 虽然很想休息一下 但这是系统再次发布除掉 第七层的Boss怪 这是个唯一性任务 由于完成后的奖励 和Boss怪的信息相关 暂时无法得知 这个任务是在消灭一百只 左右的哥布林后才被触发的 即使使用全能也看不出隐藏的情报 必然一挖来到一处至高点 想要寻找Boss的踪迹 赵贤秀分析Boss 应该同样是哥布林的其中一种 那么有可能的就是哥布林萨满 哥布林冠军 恶鬼哥布林和宝物哥布林了 首先排除掉 较弱的一星级的恶鬼哥布林 其次是通常会带头作战的 哥布林冠军和哥布林萨满 看来答案很明显了 剩下的就是宝物哥布林了 系统在这时发布了 除掉宝物哥布林的任务 所以他猜得没错 据说宝物哥布林生性胆小 却对宝物情有独钟 赵贤秀开始想起了对策 一只手按向了旁边的秀儿 秀儿冷汗直冒 主人每次动弯心思就是这种表情 第七层的打怪区外围 藏在洞穴中的宝物哥布林 被一阵飘进来的香味吸引 他嗅到洞穴外面有超级宝物的味道 但还掺杂着铜族的血腥味 浑身颤抖地犹豫着该怎么选择 很快宝物的吸引力就打消了他的顾虑 背着宝物袋就向外冲了出去 四处张望着找到味道的源头 闭上一个金光闪闪的雕像 马上吸引了他 竟然是秀儿伪装成了黄金青蛙雕像 这个人员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 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能力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 就获得了S级全能观星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 全部收入能准 而此时 藏在树上的赵贤秀 而他第一时间就看到了黄金青蛙 更大双眼再也无法抹开 紧接着气场突变 宝物哥布林全身肌肉开始膨胀 觉醒状态 对宝物的强大执念 让他从三星级强化到四星级 这让赵贤秀感到十分诧异 这还是哥布林吗 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 这还不足以打乱 事先制定好的计划 手中火焰凝聚 宝物哥布林双眼通红的向前狂奔 下一刻 火焰暴击骤然轰出 瞬间命中没有防备的宝物哥布林 才知道这是个陷阱 同一时间赵贤秀从树上跳下来接应 挖人组合正式合体 赞许着秀儿的表现 被戏弄的宝物哥布林愤怒地冲了过来 赵贤秀赶紧打开物品栏 收回秀儿嘴里的奥数宝石 紧张地回头看向即将绷过来的拳头 咬牙闭紧双目等待着拳头落下 然而再次睁眼时 巨大的宝物哥布林却已然恢复了原貌 原来这也是计划中的一环 当宝物消失后 宝物哥布林的bub也会随之消失 他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 但赵贤秀趁机抄起剑柄 中敲在他头上 很快任务完成 系统发放积分和新手礼盒 是时候看一下胜利品 B级装备宝物哥布林的口袋 这是一件归属压空间装备 虽然这件装备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很不错 但里边的东西也同样重要 获得技能数C级buff shot 获得灵魂石 获得一记的钥匙碎片 buff shot之初后获得的效果具有随机性 但好在没有惩罚 还算是件不错的装备 灵魂式功能不小 S级全能关心之眼也不能看到它的信息 暂时先收进宝物袋 研究下最后一件道具 西阿尔丁遗迹的钥匙碎片 还需要其余两个碎片合成 估计如果能及其病进入这个遗迹 里面的奖励应该相当丰厚 根据说明来分析的话 三块碎片都在成长区 那么正好分别对应七八九层的buff官 到了那里自然就会知道了 现在不如先休息一下吧 打开社区之前上传的关于白丸的帖子 没想到大家的反应并不好 考虑到先不谈会失去记忆这件事 白丸的治疗作用确实让不少人保住了性命 这么一想 会反感自己的做法或许也很正常 翻看着关于白丸真相的帖子 还是有人相信他的话没有服用 并且效仿他发布了相关的攻略 在第六层打败大型工会 开放了传送门的事迹也被传开 这时他发现关于第七层新手礼和奖励有了新的攻略 不过还是有人不太相信的样子 索性赵贤秀打算继续补充一下 他要详细的把能得到的东西 条件 名称 甚至精确到数值的属性点统统公布出来 做完这些后进入第八层 任务除掉伴兽人食肢 热情地打了个招呼 抽出长剑 对准面前的伴兽人从中间一剑砍下 这一剑来得太快 身体被一分为二 数量不断刷新展 直到任务完成 新手礼和奖励到手 周围突然光线暗了下来 赵贤秀疑惑者转过身 一只体型更加巨大的伴兽人 正低头看着他 口中说着他听不懂的兽影 手上做起了动作 紧接着就有什么东西朝他飞了过来 啪的一声只觉得眼前一黑 东西已经从脸上滑落 看清楚才发现原来是一只手套 旧齿不足的战士契腾塔 申请勿名决斗 达付时间一步 以为您接受决斗申请 赵贤秀压麻呆住 地边一脸呆滞 地边眼神炙热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 连行防护罩将面对面的二人笼罩启动 四周众多的伴兽人看向场中 为首领呐喊助威 决斗即将开始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考虑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就获得了S级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全部收入囊中 而此时 赵贤秀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伴兽人冠军赛中 但对面这是在炫耀肌肉 简直无语 太大眼睛了 急走发动 挥剑前冲 就在齐藏塔愣神的一瞬间 赵贤秀已经一箭落在他的身上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超乎所有在场伴兽人的预料 集体抱头惊讶地看着倒地的齐藏塔 就连赵贤秀本人也没料到对方会这么弱 低头见一串闪闪发光的东西吸引了他 伸手就将东西拿了起来 旧使部落的奖牌 旧使部族战士身份的象征 就在赵贤秀打算先收入亚空间口袋 以后再卖给商店的时候 却没想到 近意外具备了参加半授人冠军赛的任务资格 只要获得四个不同部族的十枚奖牌 就可以挑战大部族长 而正是他无意间将奖牌收纳 进亚空间口袋的动作 使他满足了任务的特定条件 由于新的强者登场 各部族的战士们都蜂拥而至 很快数到破空声响起 赵贤秀只感觉面前地面震动 再次抬头 只见赶来的部族战士 一个个在他面前嗅起了肌肉 每个战士脸上全都露出兴奋的表情 这么多一样的眼神 盯着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 而赶来的部族战士数量还在增加着 并且是一直在变多 很快赵贤秀就被围在了中间 其中一个战士扯下了手套 接着越来越多的战士 做起了同样的动作 他马上意识到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申请决斗的系统 提示音不断响起 几乎同一时间 共有四个部族的28只伴兽人 战士申请你他决斗 既然如此那就一起上吧 下时间烟幕技能发动隐藏身形 顿时伴兽人战士眼前模糊失去目标 赵贤秀趁机在背后发动偷袭 成功解决一个 随后烟幕散去 赵贤秀身形显露出来 发现目标的伴兽人 战士们兴奋的一拥而上 那就一起解决吧 下个技能准备就绪 威胁技能发动 所有伴兽人一时间 全部被控制在原地无法动弹 挤走技能发动并掏出骰子 Buff骰子开始转动 随机出飞剑伤害Buff 照成袖闪转当罗伏剑收割 身体落地间 所有挑战者同时倒闭 系统提示音响起 收起所有奖牌 放入压空间口袋达成任务条件 四个部族的奖牌全部集齐 至此伴兽人冠军赛结束 防护罩慢慢落下 接下来就该去挑战大部族长了 没想到的是 系统立刻开始了十秒到几十 如果拒绝挑战将丧失挑战局 看来只能被动接受车轮战 眼前景色变化 身体被传送到半寿人大部族长 德奇诺斯的住所 大部族长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 赵贤秀疑惑这家伙是睡着了吗 于是决定顾忌重施 手上火焰凝聚闪身来到侧面 火焰暴击骤然发动 打算一招送他归西 目光锁定着前方 想象对方一定已经被自己解决了吧 然而下一刻却愣在了当场 只见大部族长身后的椅子都消失了 而他却毫发无损地保持着一开始的姿势 这时他双眼突然睁开 高大的身体原地站起 巨大的脚掌一步向前踏出 赵贤秀紧张地举起长剑如临大笛 然而意外的是 大部族长竟然在他面前做了一个深蹲的姿势 低头看向该愣在原地的一人一蛙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盘登这座百层巨大 登上越高的层数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脑 而赵贤秀紧在第一层就获得了SG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全部收入能中 而此时 偷袭失败的赵贤秀 紧张地防备着大部族长接下来的动作 却见他突然转过身 双手将身后的杠铃举起 紧平一只手就将一侧的石头捏碎 赵贤秀不明白他这是要做什么 只见他把手里的杠铃重新组合 这竟然变成了一把长斧 大部族长手持长斧怒吼出声 大部族长之战开始 大部族长的咆哮 宁暂时陷入了僵化状态 然而对面却没有发动攻击 赵贤秀判断这是对他的一种威慑 下一刻急走发动 紧平的手中长剑挥出 身后破空声传来 举剑挡住劈来的巨斧 身体被强大的力量震飞树米 赵贤秀挣扎起身 大部族长一步步向他靠近 刚刚那一激震的他身上 感到阵阵苏麻 同样是三星级怪物 果然比低配版的鱼头怪厉害 此时Boss来到近前 手中长斧挥舞 对着他所在的位置怒劈而下 赵贤秀全力避开 高高跃起 手中火焰 火焰暴击猛然轰出 B级技能的威力让他屡试不爽 然而大部族长赫然毫发无损地摆脱了 爆炸的余威慢慢散去 赵贤秀疑惑 他明明用火焰暴击打中了Boss的要害 是够坑人的 身后巨斧再次劈下 赵贤秀身体前扑 堪堪躲过 转身时Boss已然追了上来 打又打不过 只好发动威胁技能 Boss一时陷入僵化状态 紧接着烟雾技能补上阻挡到视线 很快Boss就挣脱控制 愤怒地挥舞手中的巨斧驱散烟雾 此时的赵贤秀已经躲了起来 手上各种技能对眼前的Boss都没有效果 于是思索着应对眼下局面的办法 发动观星之眼 全能提示Boss的背部是唯一弱点 但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办了 现在冲过去攻击他的后背 等于是自寻死物 就在这时 秀儿提醒他还有个全能没有使用 赵贤秀才想起还有个S级全能技能合成 可以将现有的技能合成新的技能 很快全能就给出了技能组合 但Boss也在这时发现了他 赵贤秀猛地回过头 巨蜜重重 披下身体一分为二 然而他的身体却渐渐变得虚化 大部组长意识感到惊讶 赵贤秀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的侧面 原来是刚刚在千军一发之际成功合成技能 烟雾挤走 可以变成烟雾进行挤走 当前可以维持时间0.3秒 变身时可以无视对方的攻击 也无法被对方指定为攻击对象 巨蜜再次当头披下 赵贤秀准备好反攻 身体又一次消失 发动烟雾挤走 直接来到Boss身后 常见刺下的位置正是他唯一的弱点 Boss挥手转身 但由于上肢肌肉发达的人 是无法用手勾到自己的背鲁的 只能眼看着赵贤秀悠闲地在他背上晃来晃去 赵贤秀举起拳头 使用沸腾之力凶针为自己叠加两对Buff状态 同时使用重量手镯调节自身重量 一切准备就选 一拳又一拳击连击打在Boss背部 不屈不挠特性又一次被出发 这个技能确实很厉害 不过赵贤秀早就想好了对策 在重力手镯的加持下一拳轰入Boss体内 魔力汇聚全身 手上火焰 火焰暴击全力发出 瞬间庞大的能量从Boss体内炸开 这个词员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坛 登上越高的层数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词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就获得了SG全能观星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全部收入能中 而此时 叠加后的火焰暴击从Boss体内宣泄而出 片刻后火焰散去 大部组长的残区终于倒地 随着任务完成强力发放 赵贤秀振臂高呼享受胜利的喜悦 眼前景物再次变幻 赵贤秀被传送回打怪区 直到现在他仍觉得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生命 三星级怪物果然厉害 眼前两道耀眼光芒亮起 系统发放奖励 西阿尔丁一记的钥匙碎片 加上第七层获得的碎片现在就有两个了 放在一起后钥匙碎片自动拼摸 接近原本形态的钥匙开始散发微弱的神圣力 赵贤秀更加期待钥匙碎片机器后 开启一记里的宝物了 不知道另一个奖励是什么 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突然掉在脸上 抓在手里感觉黏乎乎的 原来这居然是一种名为大部组长的浓缩团的灵药 不看说明的话 赵贤秀还以为是半寿人的墙呢 而能够被称之为灵药的 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这是能让已经离开了塔的人 继续变强的唯一方法 之前有个名叫金丹秀的A级猎人 服用一种名为雷丹的灵药后一跃成为S级 虽然他所在的第八层并不会出现那种有奇效的灵药 但为了变强他还是毫不犹豫的一口吞下毒 听着旁边的秀儿瞪大了蛙眼 不过显然这东西味道不是很好 药效很快被吸收 强大的力量感传遍全身 全部属性都得到提升 赵贤秀一脸兴奋的看向秀儿 有没有感觉到我变强了 没想到秀儿一巴掌附在了他的脸上 臭死了 赶紧闭嘴 无奈 赵贤秀只好花费一千积分使用了洗澡技能 期间为了防止有人闯进来 又花费一千积分设置了警报 他把大部组长的长服卖掉后 用换来的积分买了生活技能 之后利用挖掘和火焰技能生 在他里只要有积分不管做什么都很忙 接下来拿出两份便当 第八层通过后攻略也要更新了 适应这个人设后写攻略也变得越来越顺手 由于一直坚持上传攻略 称号的贡献度分数已经累计达到89分 虽然比他想象中提升的要慢了些 但只要坚持上传就会继续提升 此时人气贴中出现一个他熟悉的名字 这人居然在第六层挑战了山军工会 仅仅因为争强好胜 就一把火烧了大型工会名下的旅馆 真是个疯子 他突然想到吴志鹤那个家伙 但通过聊天这人却显然没有和他交手 而据他所知 现在的处理官已经换成了其他人 不过听说吴志鹤已经上去了 这个消息让赵贤秀陷入了深思 对方很有可能是为了抓他才上来的 新手礼盒的攻略已经被很多人知晓 再次遇到吴志鹤肯定会比之前更强 不光是他 还有其他大型工会的成员同样如此 想到这儿 赵贤秀再也坐不住了 为了应对接下来变得更强的对手 他要继续打怪提高实力 此时的第七层 一只哥布林正疯狂地逃跑 身后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人突然高高跃起 手中匕首锋芒毕露 下一刻匕首猛地直出 精准地刺中哥布林被捕 紧接着一只脚对准匕首尾部 狠狠踏下 匕首完全没入哥布林身体 新手礼盒哥布林100支任务完成 原来这人正是山军工会 前处理官吴志鹤 他刚刚验证了赵贤秀 关于第七层攻略的真实性 而且不久前发生的是 记忆越发模糊 看来服用白王会丧失记忆的事情 也是真的 令他不解的是 这人是怎么知道这些情报 不但不隐藏 而且还分享出来 在他的想象中 一直以为发布攻略的侍卫女性 接下来他就将第七层 新手礼盒的攻略情况 向崔胜茂做了汇报 下一步 他打算去确认下第八层的攻略 崔胜茂是爬到过第39层的高手 也是山军工会的新秀 虽然吴志鹤走的也是精英路线 但工会的新秀各个与众不同 想要赶超他们并不容易 而新手礼盒的属性提升效果 让他看到了希望 此刻他相信这是一个变强的好机会 曾经那些瞧不起他的人 还有那个打败他并夺走他装备的家伙 等着吧 你们这些混蛋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 就能获得更强大的口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 就获得了SG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 全部收入能中 而此时 因为有新手礼服 所以赵贤秀在第八层 能提高的属性 已经达到了上限 于是他决定 再去更高难度的第九层前 做最后的装备清点 目前物品栏中 能派上用场的装备有四件 终极奥数宝石 发光石 希阿尔丁一记的钥匙碎片 笔记爆炸火焰卷轴 一切准备就绪 迈入传送门 进入第九层 任务除掉脚狼石头 这种怪物既不像哥布林一样发射毒针 也不像半兽人一样使用武器 但还是要保持小心谨慎 突然危机感降临 近在眼前的一只独角 被抓在手中险些重招 袭击他的 正是这一层的怪物脚狼 根据力量判断 他的实力还在半熟人之下 一剑贯穿脚狼头部 可更多的脚狼已经将他包围 这一幕还真的是似曾相识呢 不过现在的他早就不同于以前了 主身躲过脚狼的正面攻击 长剑上扬直接斩杀 所有脚狼群起而攻之 赵贤秀腾空跃起 轻盈地落于怪物头顶 单手持剑傲视下方的狼群 使用重量手镯改变自身重量 下一刻断裂声不断响起 这次独角的脚狼们 在悲鸣中纷纷倒露 目前赵贤秀上传的攻略 截止到了第八层 因为每通关一层都会上传攻略 所以大型工会的成员们 能大概猜到他的位置 为了防止出现上次的被动局面 他需要尽快登上第十层 然后再发布第九层的攻略 毕竟从第十层开始 NPC派发的任务和隐藏奖励 会让他更快地提高时务 现在大型工会政府 古事单单地盯着他 如果想顺利地登上第十层 就只能尽快通过第九层 然后上去 四十 赵贤秀已经进行到 除掉脚狼一百头的任务 在火焰暴击的强烈攻击下 三十头脚狼被击杀 资格确认 您现在拥有两块 西阿尔滨一记的钥匙碎品 新的BUS任务开始了 天空突然一下暗了下来 幻夜之狼达尔凯 将在第七个夜晚献出真身 周围突然变得漆黑一片 诡异的氛围 让赵贤秀有种不幸的预感 就连刚刚的脚狼群也不见了 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 从身边一闪过 赵贤秀一惊 转身却什么也没看到 他明明感觉到 刚刚有东西过去了 就在他以为是错觉的时候 一道怪异的黑影来到背后 赵贤秀立刻警觉 大吼着一箭朝身后挥去 剑光将黑影一分为二 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样 黑影忽然变得越来越大 快速朝他扑了过来 从赵贤秀的身体一穿而过 他竟然穿过了我的身体 我死了吗 可是又感觉什么事都没有 就在赵贤秀认为 这只是一个 趁黑下无人的怪物的时候 黎振眩晕赶传来 奥泰特抢走了您的属性质 力量减0.3 赵贤秀普通一下跌坐在地上 立刻发动惯星之眼 奥泰特的相关信息 浮现于眼前 此类怪物是黑夜中 被人为唤醒的亡灵 奥泰特归属于达尔坎 普通的攻击 对此类怪物无效 此类怪物可以吸收 对方的部分属性质 在完全吸收 对方的所有属性质之前 不会发动攻击 这也就是说 赵贤秀的攻击对他们无效 而他们却能吸走他的属性质 系统提到的封印 变若又是什么意思 这些家伙抢走他的力量 到底是想唤醒什么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 最顶级的猎人 盘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 就能获得更强大的能力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 就获得了S级全能观星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 隐藏奖励全部收入囊中 而此时 七个夜晚的恶梦 隐藏任务 除掉达尔卡 幻夜之狼达尔卡 将在第七个夜晚献出真身 奥泰特每晚抢走的属性质 超过一定量后封印就会解除 解除第一道封印所需的 属性质为失点 由于您是服务器 首次触发的第九层隐藏任务 追加奖励 首次特点的特殊奖励 换业者称号 虽然奖励的确很让赵贤秀心动 不过面对这么多攻击免疫的亡灵 束手无策的他现在只有逃命的份 很快被追上 属性质再次被夺 赵贤秀手上火焰凝聚 一具火焰暴击直接甩出 回头看向身后 希望会奏效 然而亡灵们已经冲出烟雾 追了过来 看来魔法技能照样行不通 结果反应慢了一步 一只脚被亡灵缠住 扑通一声倒地 就连秀儿也被甩飞出去 眼看着他身在半空 静止落在了亡灵堆里 一众亡灵一拥而上 蛇一般的身体将秀儿团团围住 赵贤秀声泪俱下地看着却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显示除掉了两只亡灵 只见有光芒一闪而出 包围秀儿的亡灵 仿佛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纷纷退去 秀儿一步跳了出去 口中毒液连吐 所有被命中的亡灵 身体像进了油锅一样快速溶解 又有两只亡灵被消灭 原来是秀儿的混沌属性发挥了作用 此力量不会与任何东西混合 但可以和所有东西融合 赵贤秀灵光一闪 或许含有特殊属性的攻击能行得通 见他原地不动陷入深思 亡灵又一次扑了上来 西阿尔丁一记的钥匙碎片被紧握在手中 一拳挥出 居然成功命中了亡灵的身体 这个方法果然行得通 这样看来碎片里蕴含的神圣力对亡灵有效 终于找到对付亡灵的办法 再也不用被亡灵追着跑了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亡灵的台催去 赵贤秀整个人都拈了下来 没想到费尽千辛万苦 结果封印还是解除了 目前还需要一把蕴含神圣力 且能挥动的武器 虽然用拳头也能一拳消灭鱼 但手握碎片攻击还是会有路过 接下来打算在商店里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把钥匙碎片改造成武器 思索间一头小狼来到镜前 嘶吼着向他扑了过来 赵贤秀却是一把将他抱住 双眼泛着泪花犹如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兄弟 没错 就是这种触感 怪物就是要抓得住才行啊 一番感叹过后 双手猛地用力直接捏碎了脚狼的脊骨 旁边的脚狼看到同伴的下场 流郁着不敢上前 赵贤秀一脸坏笑 像极了怪鼠鼠 就连脚狼看到他的表情也是内心忐忑吧 每除掉30只脚狼后夜幕就会降临 此时赵贤秀已经制作好了武器 同时在第五层捡到的低级技能盒中 也开出了夜视技能 将药匙碎片放入皮带内 之后再填满沙子 最后缝合一下 就做出了这把手制神圣之锤 有了武器的赵贤秀信心师子 面对亡灵们直接就冲了上去 除掉奥泰特40只 除掉奥泰特68只 除掉奥泰特87只 这一次果然变得简单了很多 除掉奥泰特100只 明除掉了所有的奥泰特 直到此时才发现 这些怪物的实力其实也就相当于一星级 不过这已经不是太重要了 虽然没能维持住第二道封印 但接下来 他自信不会再有封印被解除了 这也多亏了秀儿 他才能知道要用属性攻击才能奏效 忽然想到社区里的那些熟人 也快到第九层了吧 属性攻击的事也要通知他们才行 于是他立刻开启社区 社区里面还是和之前一样热闹 看着情况 他们应该还在第八层 要在他们上来之前先把情报分享出去 先把神圣武器的事情发出去 Boss怪的攻略方法 就只等以后再上传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评论了吗 天家好友 这人又是谁呢 这个男人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这座百层巨塔 登上越高的层数就能获得更强大的效果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就获得了S级全能关心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全部收入囊中 而此时 赵贤秀想到这个家好友的人是谁了 这个名叫李俊硕的人 曾给他的攻略贴流过友善的评论 一旦这种评价贴变多了 他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就会提升 所以此刻攻略者称号的贡献度分数已超过100 所有属性点加10 而有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幸运家务 这要怎么使用呢 就在这时李俊硕发来的好友申请 在接受的选项上闪烁金光 这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他和对方成为好友后就会有好事发生 想到这儿 原本想要拒绝的他直接点击了接受 而对方竟然秒通过了 大家的精灵 小小工举来了 你肯定很想和我变亲近吧 我感受到你强烈的意愿了 这不要脸的态度直接让秀儿吐了一地 可是对方的回复直接让赵贤秀一代 竟然有人在他之前就知道了白丸的真相 李俊硕提到已去世的哥哥 以前是九龙工会的新秀仪式 所谓新秀 是大型工会培养的下一代主力军 大型工会会投入大量的钱财来训练他们 还会给他们配发高级装备 而这些大型工会中 九龙工会排名第一 有着碾压其他工会的庞大势力 不过对方提到的这些事还算不上幸运吧 这是李俊硕提到有东西送给他 当看到对方发过来的东西后 赵贤秀又一次呆住 那竟然是第十三层的攻略 而李俊硕之所以会送出这样东西 是因为他的哥哥正是被大型工会害死了 考虑到赵贤秀有可能产生顾虑 直接甩过来一份普路实情的声明书 要知道这可是价值五千积分的保证道具 连台湾世界里的法庭也在使用 总之这让赵贤秀确定了这份攻略的可信度 并可以直接拿来用 随后他就直接把这份攻略发布了出去 目的就是让那些盯着他的工会 贝物认为他现在在十三层 如此一来他就不用担心第十层的安全币带了 时间来到第六天夜里 在boss战之前他还有最后一晚的准备时间 这几天来主力技能提升了不少 可是考虑到以他现在的状态 对战boss似乎还差一点 所以这次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于是他开启商店 直接购买了五个最低级技能盒 用来合成新技能 抽出一条白布 充满仪式感的一人一蛙 向幸运之神祈祷 保佑自己能开出好技能吧 一切准备妥当 那就开启第一个技能盒吧 恭喜您 您获得了b级技能装死 一个屁用都没有的技能 尴尬的赵贤秀 赶紧让秀儿像本家的金蝉 求点幸运福运财运什么的 恭喜您 您获得了一级技能致命 恭喜您 您获得了f级技能全速 连续开出三个垃圾技能 让赵贤秀感觉怒火中烧 会在地上开始爆粗口 什么狗屁的幸运 突然系统传来声音 幸运开启 恭喜您 您获得了b级技能释放魔力 此技能可以聚集魔力并释放 恭喜您 您获得了一级技能爱的碰撞 被击中后攻击时的伤害值将增加 赵贤秀眼前一亮 这种技能算是很好的组合元素 那么接下来就靠你了 技能合成 时间来到第七天白天 除掉狡狼一百头的任务已经完成 不会再获得新手礼合 而按照规则 只要除掉三十头狡狼 就能人为的召唤飞翼 所以只要除掉眼前 这最后一头就能打boss 猛的圆壁跃起 手上长剑快速挥出 正式迎来boss战 第七个夜晚来临 达尔坎的封印解除 月光散发出奇异的火 似乎有什么东西 挣脱了某种束缚即将现实 第一道封印已解除 第二道封印已解除 扁出红亮的狼吼声传来 锦衣瞬间强烈的危机感扑面来 注意 幻夜之狼达尔坎起身了 差来了 这个团员拥有无限金币 可以无限复活 为了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猎人 攀登制作百层巨坛 跟上越高的层数 就能获得更强大的火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 就获得了S级全能观星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隐藏奖励 全部收入闹中 而此时 站在原地的赵贤秀 周身迅速被黑暗笼罩 伸手不见五指尖 前方突然冒出两道亮光 咦 这是两个月亮吗 发动夜市 达尔坦开始活动了 立刻硕大的脑袋已来到近前 达尔坦 迅速做出反应 手上火焰凝聚 火焰爆肌猛 达尔坦毫发无伤 Boss的相关信息浮现于眼前 没有完全解除封印 就已经四星级了 如果没有封印 他原本的实力会多恐怖 随即Boss骰子转动 电击Boss附着于长剑之上 狼爪与长剑碰撞 最大功率的电击 竟被一只爪子就挡下了 通过观星之眼发现 Boss表面有一层黑色火焰 作为防御屏障 和奥泰特一样 魔法技能对他并不奏效 命令秀儿发动毒液攻击 黑色火焰很快被毒液溶解腐蚀 果然不出预料 只有特殊属性的攻击 才能伤到他 赵贤秀身体快速后撤 再次拿出手指神圣之锤 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森林中轰鸣声四起 伴随着激烈的碰撞声 黑色火焰划过 盗贤秀被击退树部 闪身躲过迎面扑来的狼爪 不退反镜冲到Boss进前 手上神圣之锤连续挥出 他计划先用神圣力让暗焰失效 然后再趁机把刀插进去 多次尝试后终于做到了 Boss吃痛愤怒地挥出狼爪 盗贤秀身体倒飞出去 想不到这家伙这么凶狠 多亏了心合成的技能能够吸收伤害 才能勉强撑到现在 Boss再次来到近前 狼头上扬 气势忽然飙升 头顶魔力逐渐会集成一团 居然是吐吸 它是犬颗又不是龙祖 这东西可没法吸收 突然吐吸上浮现出道道裂缝 原来是封印未完全解除 此技能还无法使用 这才符合设定吗 看来没完全解除封印 对它是有一定限制的 赵贤秀趁这个机会 手上神圣之锤挥出 然而断裂声传来 身体旋转的倒飞出去 唯一的特殊属性武器就这么短 Boss攻击一次比一次猛烈 电击的Boss时间也已经结束 仅靠手里这把剑是赢不了的 达尔坦纵身一跃而起 赵贤秀马上命令秀儿启动B计划 主仆二人心意相通 秀儿马上默契回音 面对扑来的巨爪腾空而起 达尔坦扑空的一瞬间 赵贤秀已经跃到半空中 秀儿双腮鼓起叙事待罚 一大团毒夜猛的向下吐出 落在下方Boss背上 混沌属性作用下 直接俯视掉表面的黑焰 早已准备好的赵贤秀 静止从空中落下 恰好落在这片没有防御的区域 Boss被激怒抬头凝视 不论他怎么算是什么 赵贤秀依然牢牢抓住他的毛发 再次拿出Boss骰子 钢铁皮肤 您的皮肤变肩硬满 沸腾之力凶针 为状态叠加两对Boss 所有Boss加深 火焰暴击蓄力 天生释放火焰 而赵贤秀仅在第一层 就获得了SG全能观星之眼 能够看到隐藏的情报 这就意味着 日后他就能把塔中的 隐藏奖励全部收入囊中 而此时 秀灵力火光四射 他在Boss背上的赵贤秀 一次又一次地释放着火焰暴击 在暗焰和火焰暴击的双重作用下 他现在感觉浑身的骨头和肌肉都要融化 坎达尔痛苦地四处乱穿 试图摆脱 这时吸收伤害值也即将达到上限 赵贤秀甘愿苦苦坚持到 现在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通过技能合成 获得了一个新技能 随着吸收伤害值达到上限 可以发动技能 是时候绝出胜负了 有仇必保 可以聚集并反方向 释放受到的伤害 激烈地爆炸过后 看着眼前倒地的达尔坎 经历一番苦战的赵贤秀不禁怀疑 这真的是只解除了两道封印吗 虽然他非常厉害 但我们还是干掉 怎么了 他如果挨了那一下还不死 就太过分了 另二人惊恋的是 达尔坎再一次起身 达尔坎堵上自己的遗弃 使用了部分被封印的灵力 暗焰代替了达尔坎的肉体 堵上自己的遗弃 不好 他要放大招了 赵贤秀一把将秀儿向外扔出 秀儿 你先避开 在这最后殊死一搏的时刻 赵贤秀果断掏出了最后的底牌 必把将手上的爆炸火焰卷轴撕开 磅火焰之力席卷出 暗焰与火焰之力交织熊熊燃烧 赵贤秀续托倒地 再次睁开眼 夜晚消失已是白天 不知为何脸上挂满了银眼 直到看到秀儿一脸疲惫地倒在一边 他才明白秀儿为了救醒他 不知道在他脸上舔了多少次 就在这时 七个夜晚的恶梦 隐藏任务完成 您打败了传奇般的红带 难以置信的成就 已为您发放一万几分 任务奖励已发放 西阿尔丁一记的钥匙碎片 最后一枚碎片终于到手 背包内其余钥匙碎片飞出 所有钥匙碎片拼合完整 这就意味着他现在只要找到一记就可以了 发放追加奖励 达尔坎的毛围巾 魔力加武 耐火性提高 二星级以下的怪物 看到此围巾会等到害怕 发放特别奖励 换业者称号 奥泰特可以抢夺的属性点有限定值 没想到这次的奖励这么丰厚 赵贤秀一时 首先想到了社区里的朋友 打开社区发现 看来脱发男这个傻子 攻略的并不太顺利 本来考虑到避免暴露自己的位置 打算以后再上传攻略 看来现在是不行了 主仆二人接下来打算休息一下 恢复体力后再继续前进 塔内第30层安全地带 山军工会崔胜茂 独自一人立于窗前 此前收到消息 吴志赫不仅没守住第六层 还让人抢走了会长 亲自赐予他的神器 苦恼中房门被打开 必难一女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其他两大工会的 李夏颖和金昌侯 临时召集这两人前来 正是因为上传 真实攻略的赵贤秀一事 他们接收到消息 小小工举上传了 第13层的攻略 但崔胜茂怀疑 此人目前可能还在第10层 而第13层的攻略 也许是他的同伴给他的 如果说他还有个队伍 那就相当麻烦了 可是这件事情情报不足 目前还无法确认 不过第6层的 五组之成员 有个叫金正秀 是小小工举的可能性很高 由于吴志赫 现在正在追捕那家伙 需要眼前两大工会的人 让他在第10层后 能自由行动 崔胜茂承诺 会尽最大努力 让大家都免遭损失 他建议同对方身边的人入手 很快他们就联想到了 社区上那几个 经常在小小工举贴子下活跃的人 一番简单的商讨过后 他们把目标 放在了其中一个身体 抓住你太多了